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次课呢我们继续AD9的学习 这次课我们学习的要点就是 原理图往PCB转的准备工作 首先呢我们还是先复习一下上次课的知识要点 上次课的知识要点比较零散 主要包括元器件参数的设置 整体参数修改的问题 原理图的打印输出 自制封装户文件 首先元器件的参数设置 大家还记得怎么样设置吗 对了就是双击元器件进行修改 包括元器件编号 元器件的参数 比如电阻组织电容容值 或者IC的型号等 还有呢封装的信息也可以进行修改 第二个知识点是整体参数修改的问题 这个我们就涉及到寻找相似项目 首先选中这个器件 然后呢再找到相似的项目 全选以后整体去处理 选择完成以后取消选中的状态 这里有一个快捷键 Shift加C 大家记住这个快捷键哦 原理图的输出就不用再太多说了 就是跟我们正常打印输出是一样的 就是89有一个特殊的小功能 叫Smart PDF 就是我可以直接把原理图转为PDF文件 这个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以后工作中可能经常会用到 第四个知识点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 它包括了几项注意事项 第一点就是元器件定位元点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不要偏离元器件的元点 在上次课中我给大家演示了 偏离元点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第二个知识点呢 是引脚排序的问题 我们的引脚一定要注意排序 要跟PCB封装相对应 如果我们的引脚是123引脚 我们PCB对应的相应的引脚 一定也是123 如果我们的排序是456 而对应的封装是123 那肯定就对应不上了 第三个注意事项是引脚的方向问题 上次课我给同学强调了 带小叉子的标号 一定要放到外侧 与接线相连 这样才能正常 否则的话 我们看到的连接实际上是没有连接的 第四个注意事项是引脚上的信息 信息字母信息 低电平怎么表示 就是字母上的短滑线怎么实现 就是在字母后面放置一个反斜杠来实现 反斜杠的位置呢 在回车键的上面 大家记住这个小贴士哦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关于兼容模式的问题 这个是系统的问题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否则的话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问题 好了 上次课的知识要点就这些 我们这次课来进行原理图转PCB的准备工作了 是不是有点小兴奋 这次课呢 我们主要学习原理图生成 如何生成网络表 以及如何查看网络表 然后还有是原理图的编译 编译文件的查看 还有原理图修正 当然了 这个修正是编译完成 有问题的原理图的修正 首先我们开始第一个知识点介绍 先打开AD9 在生成网络表之前呢 我们先要学习一下 怎么设置输出的路径 原理图网络表的输出路径 需要自己设置一下 在Project里边 ProjectOption里头 有一个Options选项卡 在这个选项卡里头 有一个输出路径 就在这里 就可以设置这个 网络表的输出路径 我先复制一下 然后之后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路径下面 是不是有我们输出的网络表 第二个呢 是一个ECO日志文件的路径 这个会根据 当前项目所在的文件夹 自动创建 我们就选择默认的好了 第三项呢 是一个输出选项 我们也选择默认的 第四项呢 是网络表选项 它有一些选项的条件 比如说第一个是 允许自动命名端口网络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选中 第二个是 允许自动命名 原理图的入口 入口网络 第三个是呢 允许 单个平角的网络 第四个呢 是 将原理图编号 附加到本地网络 再下一个呢 是 一个层次的设置 说高层次命名优先 最后一个呢 是 电源端口命名优先 好了 我们就选择它默认的好了 OK 生成网络表呢 其实也是一个 很简单的指令 在 Decision Netlist for Project 然后选择ProTel OK 这样就 生成了 我们 去找一下这个路径 我们看到了 这有一个Netlist的文件 双击打开 我们看一下这个 网络表怎么看呢 这有一个翻括号 在这个翻括号中 就是这个器件的一些 参数信息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熟悉 C1 2AD 0.2 0.1m 这不是上次课 我们的支持点 设置元器件 编号 C1 代表是电容 然后 2AD 0.2 是它的封装信息 0.1m 是它的参数信息 下面依次都是 电容 还是电容 然后二极管 然后接口 DB37的一个接口 然后这也是一个接口 电阻 然后主库 一些IC信息 在这个以后 在这个经证以后 发现方括号变成圆括号了 这里边的就已经是网络表的信息了 也就是网络的信息 这是P1 下滑线A11的网络 然后它包括两个网络点 一个是P1 中滑线A11 一个是U10-1 后边的意思都是这些网络信息 OK 网络表 生成 就到这种程度 下一个知识点 下一个知识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PCB rule 在这里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VCC和GND 然后 我们限制了线宽 是18mm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来 我们再来 我们这里再来做一个吧 就是放置里边 director底下 有一个PCB layout 然后 比如把它放到这 这个一样是用我们的空格键 可以旋转90度的 然后 我们也是一个12复合D 在电源上设置了一个规则 这是一个PCB的规则 然后 现在是 默认是没有的 我们选择一个编辑 编辑规则 线宽的设置 然后默认都是10mm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18mm 这是 一般情况下的一个线宽 这是一个最小的线宽 最大的线宽 现在是 红色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最小线宽 或者是 建议线宽 都是18mm 但是我们最大的只是10mm 这肯定是不对的 然后我们最少也要是18mm 然后点击OK OK OK 这样就好了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变成线宽 限制18mm了 对 然后这个再来一个 编辑 编辑规则 线宽 然后双击打开 然后咱们这次先改18mm 最大的 Max 不然的话还会有警告 然后比如说我这个改成9mm 你看看是不是最小的也会有警告了 哦 这个还没有 哦 现在有了 它比较慢反应 对 然后我现在要改成18mm 它肯定还是红色的警告 我最小的线宽 你怎么会建议是9呢 然后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改回18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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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样PCB的一个设计规则 我们就已经定义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学习原理图的一个编译 在此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大概了解一下原理图的一个自动检测的设置 它在这里 在Project Project Operation这个界面 然后第一项是一个Error的检测 Error的报告 在这个Error里边呢 有所有与项目相关的都在这里设置 这里呢 我们不再详细的一个一个的介绍了 大家知道在这个位置就好了 我们呢 先去 编译一下这个原理图 Decision Project 然后文件编译 好了 执行完了 然后我们怎么查看这个执行的结果呢 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在试图里面 选择 这个 然后选择 System Message OK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说明我们的编译是没有问题的 完全百分之百通过了 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呢 是在左下角的浮动面板 有一个System里边 弹出菜单 有一个Message 也是一样的 空白的 没有 我们实现了 还有一种方式在工作 窗口中 右击 在快捷菜单中 可以选择这个工作表信息 工作面板 然后选择呢 系统 然后再选择Message 也是同样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这样吧 我们故意的把它 做错一点 我们把这几个网络移出来 这样的话 它就找不到网络了 然后我们再生成一下 再编译一下这个原理 你看 这个Message 直接就蹦出来了 为什么 它会出现警告了 它说 这几个是浮动的信号 网络标号 跟谁也没有连 但是这几个呢 就是 没有连接到 没有连接到网络 所以呢 很清楚的能看到这些错误 那我们 这三个浮动的这个 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你看 双击它以后 这个会高亮显示 你会看到 错误的问题在哪 这个因为我是人为的 所以我们很方便的 就知道 把它拖拽回来就好了 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偶尔也会有这种 可以看一下 有这种波浪线 也说明是有问题的 我们在画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注意到这些问题 好了 我们再重新生成一下 重新编译一下 好了 又没有问题了 我们从这 看一下吧 没有问题 OK 好了 这次课 这次课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下次课呢 我们再继续学习 大家呢 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就是我刚才讲这部分的时候呢 没给大家详细的讲 每个页面是什么功能 大家呢 还是要仔细看一下 重点是这个界面和这个界面 好好的了解一下 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改这些东西 因为默认的 它已经设置的比较好了 好了 这次课就到这里